我們等一下再靠山了 你已經放開了是不是 嗨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日呢我們來到了台北 這邊是台北火車站金站 這邊就是金站 我們來到了跆拳眼科這裡 本次呢我是要帶來我家的老婆 來去做咱們的 Smile Pro全飛秒雷射手術 這次跟他們合作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雪兔在某一天收到了他們的信件邀請說 你有沒有興趣來做這個手術來幫忙做宣傳呢 我看到的時候我是覺得有點 所以說這個是眼鏡 但實質上呢 它是個裝飾 所以它的裝飾成分比較居多一點 它其實只有大概50多度的散光而已 但我沒有近視 我兩隻眼睛都是1.2 好好喔 我沒有近視我是要做什麼 所以這一個合作其實我一開始是沒有打算的 可是後來想到說我家老婆 是的 對我有近視又有閃光 它又是那種戴眼鏡戴了17多年的人 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把這個機會讓給我老婆 然後讓她來製作這個體驗 而雪兔呢就是在旁邊看 順便吸取一下這方面的知識 那至於裡頭以及整個療程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就進去移探究定啦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很像是我們一開始在做近視的那一種 對 好 靠著 這台的話是兩眼壓的喔 所以它會有空氣跑出來 你壓不要嚇到 好 好 我們照省眼睛喔 好 那我先後退休息一下 六次都被嚇到 眼睛吹風喔 對 它就是噗… 真的會嚇到 請繼續闖關 謝謝 這好像蜘蛛的眼睛喔 真的耶 下面要給我等它一下 一大樓 這整個地下一樓的環境超好 我的天 等一下妳應該要就去諮詢室那邊了 好耶 還沒那麼快啦 還有一個多小時喔 對 剛開始而已喔 好 三 二 一 好 先後退休息一下 好炫砲喔 那還是換術吧 這是那個 這一層都要等一下 冷涼喔 再冷淡一下 再再一次 喔 熱氣球 所以我還看到它就是一樣 冰著我們的熱氣球喔 等一下是要做 眼光 啊 就是要講說 對 左邊 右邊 這樣有嗎 有 沒有 好 那我們要放下來 OK 好 立眼是右邊的 立眼是什麼意思 很像當用手一樣 就是我最常使用的 你等一下會測一下你的眼鏡的視力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就選擇我們的左眼 你的左眼 妳剛剛在想左邊是哪邊是不是 我只是習慣想要先用右邊 好 我來念念看這一盤 UDEKP PNEDU 我好緊張喔 幹嘛 英文讀不懂喔 EDKUN 二階段了 要打網了 方便嗎 如果可以啊 因為我怕起誤 可以… 妳這樣真美 好呀 這樣可以嗎 PNEDU 這邊感覺像是 不斷地在測試妳的 我的智商 有一點 有一點 我… 對 有一點智力的眼 DPCK 然後這個呢 看不到 這一畫其實滿久的 主要是 它明明可以講出五個英文數字 講出四個 但它就是偏偏其中一個就講錯 然後我想說是看不懂的英文字 他們說看不懂英文字還有給數字 對 那我等一下會先點上頭 然後我們休息一下一集 好 不要摸 喔 然後這個衛生紙給妳 好心思想 真的嗎 我也可以幫妳這樣 好 那我就邊講 然後妳可以邊吃 沒有關係 那主要的話 我們先了解一下 我們手術的位置在那邊 好 那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透明的角膜 那我們角膜呢 總共有五層 我們手術只會做在我們的第三層 那這層它是不會再生的一層 嗯 等一下 我們剛剛測很多數據啊 最主要都在確認 我們這層角膜厚度夠不夠 我們可不可以做手術 那PNEO雷射是 第能量雷射 它直接穿過我們一二層啊 在第三層打放許多綿密的泡套 製作出一個透鏡 我們度數都計算在裡面了 然後在我們上皮層有一個 一間大小的切口 然後把它取出 然後這個手術就完成了 天啊 這個要插進去 妳不會有感覺嗎 對 那它這有點像是妳在妳的這個 指甲皮層那邊 偷一個東西出來一下 我比較好奇的是 做這個手術的話 全年齡都OK嗎 還是說有最低年齡限制 OK 我們剛剛有說到我們18歲以後 我們度數才會穩定 所以第一個條件是18歲以上才可以做 啊 小朋友不行 對 小朋友不行 好 理解… 那不好意思 小朋友們 那最年長是到幾歲 我們剛剛有提到有老花的雷射 所以基本上40歲以下 我們可能就會考慮 像剛剛剃到老花雷射 一隻眼睛看鏡 一隻眼睛看鏡 所以年齡的上限沒有 但是有下限18 對 那它的展光跟近視是可以一起解決的 對 那妳可以兩個都解決掉 好 耶 那還不錯… 那再詢問一下 做完手術之後 維持的時間可以多久 正常的情況下 其實都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大概是到40歲以後才會遇到老花的問題 然後有配進的需求 反正就是人體退化 自然退化的話 那一種就是無法避免 可是如果正常的狀態下 可是我們40塊也來怎麼辦 不要這樣 好 不好意思… 找用指導搶手 也是… 好 感謝妳 謝謝 這是我們眼底照相機 等一下妳就可以看一下 我們換班配的感覺 對 晚上真的喔 我們看一下喔 超亮對不對 哇 劈著休息一下 我看… 我看它沒有任何的亮嘛 對… 可是沒有感覺到這樣的亮 等一下被閃了遠光燈是吧 是 這個遠光燈還亮 它直接一片白的 休息一下 這是所有裡面最亮的影 我第一次體驗到什麼 就是全白 我現在閉著眼睛都是白的 特殊體驗 全是白的耶 我現在… 好 來 我們平常眼睛有沒有不舒服 不會 不會 好 來 下巴頭請開車 這個是妳的四神經 血管 黃斑布 這個是反光是年輕人的反光 年輕人用黃斑布很健康 它會有一個反光 所以這是正常的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整體眼睛做起來 檢查起來其實都還滿好的 妳除了進食以外 其他都很棒 對 沒錯 你很好耶 好奇的是 如果有人要來去做這個手術 他只是想要來去做這方面的檢查 可以只過來檢查嗎 可以 來做檢查是沒有問題的 它這個是有手術的費用 是完全分開的 就是可以接一會 對 沒錯 檢查完 諮詢完 你決定好時間 我們就會幫你安排手術的時間 對… 來諮詢本身我們這邊是不會收費的 但是我們也不是來就一定可以做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其實評估的指標很多 高風險我們就直接說不要 那如果是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腳毛太乾 或者是其他的 我們可能會請他回去照顧一陣子 我們再回來做 來這邊做有多少比例的人 是沒辦法做這方面的手術嗎 我覺得大概可能10%左右吧 真的滿多的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 因為我們這邊的檢查其實非常的完整 所以只要發生一些 我們會先去處理 不一定是這些10%全部最後都不行 有些比如說是飾網的問題我們先處理 有些是因為乾眼的部分我們先處理 但是如果是腳毛的本身條件 不管是太薄或者是度數太高 或者它腳毛像我剛剛提到的 有一個厚凸 腳毛的穩定度不夠 那那種我們就會建議不要做 因為我們還是安全為第一口 腳毛比較薄 然後你又比較機智比較深 那就可能會不夠 就是我們要做一個完整的評估之後 跟所有來的顧客做好一個諮詢跟討論 整體來說我覺得狀況都很好 那我們的手術 我會希望等你瞳孔縮回來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 好 你比較不會胃光 然後我們的機器的定位那些會比較準 好 好不好 好 沒問題 好 OK 辛苦囉 謝謝 先檢查了 辛苦 謝謝 好 現在我們已經是三個小時過後了 不緊張啦 不緊張 幹嘛 催眠自己啊 我們回歸到這個小黑房第三次耶 對啊 沒開三度耶 小暗房 對 準備小說啦 哥們 好緊張 不會啦 就是一瞬的事情 你就換病符吧 OK 這很像是什麼 小精明角色 小精明 好 那我們等一下進去 等一下就會引導你好不好 好 4點40 所以4點41它就會結束了 真有趣耶 你要進去嗎 還是站邊 結…結束 一下子 就…就一下子 做完了 小黃旗 對啊 我的身體的一部分 你說它的後勁 哪裡啊 真的看不清楚 有… 很像水母… 等你會複視力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我先問一下 你有覺得痛嗎 我不痛 但是很緊張 它一開始 它會叫你看一個綠色的光 就是綠色的光下來就會感覺 會有這樣戳的感覺 那挺癢的耶 不是癢 不是癢 但它不會癢 它就是一個被戳的感覺 然後它就可以說 已經好囉這樣 它那個綠光會慢慢消失變白的 你會看到一切都是白的 然後它就會說 已經雷射好了 就開始幫你弄 我不曉得弄什麼東西 然後就說幫你把後勁 然後拿出來 然後就開始幫你扶咬這樣 你知道我剛剛想說 那我去上個廁所好了 然後一出來 一坐下來 你就出來了 就出來了 對 你的廁所時間滿長的 我的… 現在這樣子看 我的手掌是清晰的嗎 就是霧的 霧的 那是不是有點像是這一種的霧感 然後再更霧一些一些 這個霧感再清楚一點點 還要比這個再更清楚 那很清楚啊 你現在的牙齒我看得很清楚 那就還行啊… 那實質上它的術後 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的重度層上 其實還滿清晰的 沒有人家跟你… 我還以為會到那一種 它可能要給你的不只是這些 我還滿要附一個拐杖的 對…差不多…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來去拿一下 它的所有的護理包 明天我們還會再過來去做回診 因為它這一個要去確認一下 你今天一個晚上之後的那個康復狀況 今天是做完手術的隔一天 我們要來去做復診 可是…還是有一點糊糊的 他們說做完還是會有點像就是在泡溫泉那個霧氣 我目前就是這個狀況 然後…我現在看我覺得很…很棒 什麼叫做很棒 我沒有進室了 好開心喔 其實滿厲害的 對啊 雙眼基本上都是皆為1.0 真的啊 對 都是1.0 你說1 2 3 這樣子 都是1.0 真的啊 都是1.0 因為我現在還在泡溫泉的狀態 我現在還是有… 有點霧霧的 對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OK 回診結束 我們等下禮拜 這一次整體的回診的新的就是恢復得不錯 然後並且呢 隔天視力就到1.0 厲害 超強的 那我們再看一個禮拜過後 會回復成怎麼樣子吧 今天呢是我們做好雷射眼睛的第二次反診 是一個禮拜過後 在這段期間呢 該要去保護的 該要去點點點藥水 一個沒落下 在這一個禮拜過後 你自己覺得視力回復多少了 我覺得我看得很清楚 但還是有點霧霧的 啊…那可能真的要完全康復 要到一個月也說不定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還是回來檢查 哈囉 請坐 還好嗎 好 沒關係其實都很好 只是就是 今天看起來雙眼一點點乾了 我還叫他開一個凝膠 給你晚上睡前用 就是我一樣是弄斷眼睛像這樣 對對對 就是看照片拉下面親一下 就是這樣子 一樣一樣 對 好啦 各位我們已經全部檢查完了 這一次最大的收穫就是 他的眼睛竟然已經1.2了 好快喔 會不會下一次過來反診就變成2.0了 那我很厲害耶 好啦 今天是我們一個月後的反診 一個月的康復期其實已經算是蠻 蠻長的 當然要到那種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只想說要三個月左右 在上一次回診之後沒多久我看的畫面都不會糊糊的 現在不會糊了 不會啦 我記得你回去有講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就是 會糊可能是因為眼睛感 所以你只要多多用 醫師所給予的什麼人工類液啊 凝膠對這些東西 只要常用的話 讓自己眼睛再康復期 然後這樣就恢復更快了 對 那你是在什麼時候才知道這個道理呢 糊的時候 這就告訴各位 如果真的你想要早點康復的話 那些藥膏什麼東西還是定時的再去用 你那個其實現在恢復得很好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 好啦 辛苦了 感謝 謝謝醫生 好啦 從上一次做手術 到現在也已經經過了一個月的時間 Mile Pro全非苗近視雷射的這個手術呢 因為它本身 它是一個微創手術 所以它的 術後的恢復速度會很快速 醫生也有講過說 它蠻棒的 在這段一個月的恢復期 是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對 因為他說有一些人 在恢復期的時候 不小心去戳到 那不舒服的時候 就要趕快回來 對 或是有一些人 他們的恢復時間 又更長 那以現在這一個手術來講 我只能說 它不僅是微創手術 我覺得做得很稠 更多的是 它在請術前的檢查 跟術後的質詢 這兩點是很安靜 當你的檢查做得夠細 當你的醫生夠專業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放下心來 把這些事情交給對方 更何況我們這邊還有其他的 朋友也有來做這個 他們術後給予的回歸都很棒 很感謝在這邊的 醫師 醫生 讓我們來這邊做手術 其實真的沒有這麼多的恐懼 就是因為太齊全 我們做最久的事情是在檢查 兩個小時的檢查 超久 而手術呢 也真的不用太害怕 就連打麻藥都不是用針頭打 它是只是點個眼藥匙而已 最後呢 再來感謝一下我們的台旋眼科 可以讓我們的老婆 比你還戳眼鏡 對 但其實我覺得他戴眼鏡還是很好看 我覺得 那我就把鏡片拔掉了 我覺得都很好看啦 有更多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給雪兔 我會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即使有需要的話 我也去問醫生來 去跟你們做專業的回答 倘若還有什麼是雪兔之前的QA沒問到的 也可以在下方講一下 我怕你說QA會有人在下面說 你結婚了嗎 因為我們自己知道 這一整個月 咱們來去做近視雷射手術的 全境地兒 這一個恢復我也覺得很厲害 想要知道更多 書名欄都有這一些連結 你可以點進去看 當你有這個需求就問吧 這邊的人會給你感覺很輕鬆 然後很親切 輕鬆又親切 環境又好 對好乾淨喔 好棒喔 好啦 我是雪兜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囉 掰掰囉